假设A等于根号3 B呢等于9开立方 C呢等于根号3根号3 而D呢是9的六分之一次方 是判断ABCD的大小关系 好A呢等于根号3 根号的部分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二分之一次方 再来B 9开立方 9本身呢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三的平方 而开立方呢就可以写成三分之一次方 所以B呢就会等于三的三分之二次方 再来C C等于根号3根号3 最外面的这个根号我们呢先写上来 就是一个数 这个数的二分之一次方就是这个根号 好那里面的部分呢就是3根号3 3就是3 没错 再来根号3呢就是3的二分之一 好接着呢 关号当中两个数相乘 底数相同 两数相乘底数相同 指数相加 所以1加上二分之一呢就是二分之三 好 关号外面呢还有个二分之一的次方 所以我们去关号之后 指数呢相乘 所以就是3的四分之三次方 再来D等于9的六分之一次方 9我们可以写成3的平方 所以3的平方括号六分之一次方 去掉括号的时候呢 指数的部分相乘2乘上六分之一 所以是等于三分之一 ABCD我们都已经改成底数为3的指数 好因为底数3是大于1 所以呢这是一个增函数 那么我们来观察指数的部分 好二分之一呢是0.5 三分之二呢是0.67 四分之三呢是0.75 三分之一呢是0.333 所以最大的呢 就是0.75的这个部分 好所以四分之三 好这个是第一个 然后再来第二个呢 是0.67的这个三分之二 再来呢是0.5的这个二分之一 最后呢就是0.33的三分之一了 好所以呢增函数 那我们的大小就跟我们的指数是一样的 所以C最大 再来呢是B 再来呢是第三个A 最后一个呢就是第四个的珠 所以我们的大小关系就是C大于B大于A大于珠 这边的大小关系就是C大于A大于A大于AP儿 所以我们的大小关系就是C大于A大于A大于B大于A大于A大于A大那么多中的 Gender